表示,此次清明连续假期订票过程顺利,请完成订票旅客,务必在二天内,包含订票当天,到台铁各电脑售票车站,邮局及便利超商取票,或利用网络信用卡付款购票系统付款购票, 与其未取车票,将在3月20日上午9点重新释出供民众订票,台铁表示,因为旅客随时有退,换票情形,有需求民众可到台铁局官网查询剩余座位。 台铁说明截至今天上午9点车票预定情形,东部干线方面,台北往花联,台东方向4月1日往花联15时以后,往台东10时以后, 即4月2日往花联11时以前,往台东18时以前,长途自强号座位已受完,台东,花联往台北方向4月5日7时以后,长途自强号座位已受完。 西部干线部分,台北往高雄方向4月1日19时至4月2日10时,长途自强号座位已受完,高雄往台北方向4月5日11时至17时,长途自强号座位已受完。 南回历车票部分,高雄往台东方向,长途各车次自强号上有座位,台东往高雄方向4月5日11时至17时,长途自强号座位已受完, 其余日期,时段东、西干线及南回县各车次仍有座位,加开北花优惠复兴号各日期及车次上有座位。 令,4月1、2、4、5日东线6班实名制列车将在3月19日临时起放。 109年3月1日前涉及于花莲县、台东县县驻人口与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第一码为U或V级上开两者之配偶与直系写清一清等国。